当这个热情的新药放在夫妻宫 那他的情况到底会是什么呢 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录的是 火星在夫妻宫 我每年大概都会在时报出版社 出一本到两本的指挥攻略 10月中的时候 出了指挥攻略4 财运 财运不顺 人生怎么会顺 我想我很多网友可能都觉得 反正我有听老师的话 这两年也没有赔到钱还赚到钱 财运可能不太重要 可是我想要知道 我们明年的运势情况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告诉大家我们今年出了这一本 2022年度趋势预测 这里面呢 帮大家详述明年 每一个主星的组合 你可能是太阳或是天良 或是太阳天良同工 你明年的整体的运势状况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其实在每年呢 都会做大型的那个趋势预测的讲座 虽然我们是收费的 可是那个费用呢 我们会全额的找一个单位去捐助 我们大概基本上我收多少 我就捐多少 那至于场地啊 工作人员的费用呢 那我就自己掏腰包 然后呢 我们选定的目标 如果呢 讲座的金额达不到的话 不足的金额也是我掏腰包 或者是有很多热情的朋友 你们会觉得说 老师没关系 我自己再多捐两千三千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尤其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办讲座 所以呢 我们呢全部都赶成线上 很多的朋友都说 啊老师没有关系 虽然说那个现场 是一个价钱 线上是一个价钱 可是你不用退钱给我了 你不用退钱给我 其他的 我们就当做是捐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那因为这个讲座实在是越办越大 人越来越多 我们今年呢 预计是在三月左右 会在国际会议中心 详细的办法呢 请大家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往的讲座 我们都会安排了 我们学会专业的老师 也就是我自己 清传的学生 然后帮每一个人 亲自去做解盘和论命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场越办越大场呢 要现场每一个来算命 实在是有点难度 因此呢我们就把它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变成这本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虾皮应该也有卖啦 欢迎来一起参加 我们每年的公益的年度 趋势讲座 我们去年间的门口医院嘛 这两年的疫情 很多人注意到医疗单位 可是实际上 消防单位承担了极高度的压力 而且极少人关心它 在这边也先谢谢各位消防人员 对我们大家的保护跟支持 正是进入火星在夫妻宫的时候 我们先来讲火星是什么意思 火星 当然它是四煞星之一 四煞星之一 好 那我们就讲说四煞星 基本上为什么它叫煞星 我们很多人看到煞 就觉得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其实呢四煞星 它就是代表我们自己那种深刻的情绪 或者你的某一个个性 人长大了之后会因为家庭教育 会因为很多很多因素 你会有了理智的部分 而煞星是纯感性的部分 你要说它是受性大概也可以 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这个部分里面火星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的是冲动热亲一把火 很多人分不清楚火星跟情阳 因为情阳有时候被人家讲出是冲动 可是情阳比较像是坚持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火星呢就是那种 我觉得我好想要那种热情 我觉得这就是我爱的东西 那有的时候 在现实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迹象 你会觉得好像一样 可是其实不太一样 展现出来也许相同 但是其实不太相通 情阳一般 他的这种所谓坚持是他会觉得说 我这是我评估过的 我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做 这是我要的东西 可是火星会是单纯的 很纯粹的感性 那很纯粹的感性 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不理性 不理性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状态 这样子的情况呢 放在夫妻宫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些煞星为什么被称为是煞星 就是因为人不是单独的存在 你是活在一个社会群体里面 那活在社会群体里面呢 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呢 是要有一定的规范跟一定的距离 跟一定的一些分析 当别人在理性的时候 那你还在那边很冲动 那当然他就觉得是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煞星会被视为煞星的原因 问题是很多时候人就是必须要有这些冲动 必须要有这些感性的层面 老师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 曾经是救难队的队员 我是潜水的就是会空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下去帮忙打捞一些 往生的人啊 或受难者啊 我很清楚知道说啊 这些救难的人员啊 他们在第一时间冲上去那一刹那之间啊 他就是不理性的啊 他理性他怎么敢冲进去 他理性他就先想到他老婆跟小孩 想到他进去火场之后 想到他跳到水里面之后 他有没有办法全身而退 那个薪资跟得到的钱啊 绝对是不足以去支应他去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说在那个当下 这些人他要靠着什么 他要靠着就是一个冲动 就是一个热情 他不会是一个理性的事情 因为他有理性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 那你说社会上需不需要这样的人呢 一定是需要的嘛 有的时候人要去做一些事情 跟别人不一样啊 势必你是必须要有这些煞心的 势必要有这些情绪情感去推动着你 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 煞心就不见得是个不好的事 从这样子去解读煞心的时候 我们客观去解读煞心的时候 回头来看看 当这个热情的心药放在夫妻宫 这么一个需要感情层面的一个公位的时候呢 那他的情况到底会是什么呢 单纯的不讨论煞心的话 这颗火心放在夫妻宫 我们讲的就是他对情感上面是会热切的 但是那个火啊 有的时候很热情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我们常讲的啊 人帅人仁爱人丑性侵害 我如果突然之间对某个女生很热情 他可能会吓死 可是如果我是金城武 我随便对谁很热情 人家都觉得哇好浪漫 端看你有没有在对的条件下 然后对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 这样子的心药在夫妻宫里面呢 它会代表是说我对感情是非常热切的 当感情来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马上进入状况的 一发不可受 一时天雷勾动地火 问题就是说 这样子也很容易让人在感情上面失去理智的判断 这个人啊明明就是个渣 但是呢 你看到他你还是非常爱他 那是不是就失去理智的判断 那很多客人都会来问这个问题啊 老师为什么总是碰到碰到这些不对的人 奇怪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嘛 那个人要吃死 那人的问题还是死的问题 当然是你的问题啊 如果你希望你的感情不是只是热情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一个火花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说 感情是必须经营的 是必须长久的 那他就需要理性的思考 那如果你觉得没关系 我的感情只要美丽跟浪漫像烟火一样 这样就好了 没关系啊 那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火星在夫妻宫 他的好处就是啊 跟这样子人相处呢 彼此在恋爱的时候 那一定是最浪漫的状况 可是缺点也就是说 这个四煞星里面啊 极度的感性的一个星耀啊 当主星不对的时候 也很容易就会变成啊 可能热情过头了 这热情过头会包含说 那个明明人家就不喜欢你啊 但是你一直要追人家 或者是说到处去放火啊 让人家觉得你很热情 可是呢 你又那个不要人家 都产生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呢 就要回头过来来看 他主星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是空公 就单纯在火星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来看 对公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你想想看 在这样子的感情观里面呢 其实啊 其实当他如果碰到的 是譬如说紫威系的那一批主星 他不单热情 而且他希望在感情里面呢 会得到尊贵 那如果加七煞呢 这个指纹呢 可能就在感情上面呢 会有比较大的控制欲 然后你如果不大控制 他那个火就会冒出来了 如果说呢 是紫破的话呢 那他可能就会有浪漫 然后也希望他的感情呢 是很丰沛的 会得到光芒 表示你如果让他得不到光芒 那他可能就会找 让他得到光芒的那个人 那如果是紫浮呢 他会比较务实的来看待他的感情状况 火星热情的那个杀伤力 他会比较懂得怎么去利用 也就是他该热情热情 不该热情的时候 他会趕快把火洗掉 那如果是天象呢 他就会变成是 他会为了他自己 那个当下喜欢的状况 打破他一切的规则 譬如说他平常跟你讲说 他就喜欢那个有钱的男人 秃头肚大都没有关系 可是呢 他就刚好认识了一个 长得实在是非常帅 但是没有钱 他也可以 他可以打破他的状况 为了他的热情 紫薇跟贪狼放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火星呢 就会燃烧他的欲望 那在情感上面呢 他就是个很追求浪漫的人 就是浪漫的人 那如果是舞曲系列的呢 基本上他对于在情感上面 会有几个特质 很愿意花金钱 在投注他的情感 跟敬他的情感 这算是在情感上面 对另外一半算大方的 那当然你就要看他对应到 是什么样子的星药 如果说呢 是天机的组合的话呢 天机的组合的话呢 加上火星 其实他在情感上面 他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他会想很多 他不知道说我到底该不该 这么的冲动 我想要这样做 但是呢 好像我也不能这样做 往往会让他觉得啊 自己会在情感上面 会很心烦意乱 那如果是太阳星的组合的话 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其实相当的不错 你会觉得会得到很多的照顾 但是呢 相对来讲啊 照顾的背后也就会表示说 你必须要很听他的话 否则他的火就会出现了 他会不开心 如果啊 是那种 开阴啊 天童啊 这一类的星药 本来这一类的星药 在情感上面呢 他通常是比较被动的 但补了这个火星的时候呢 他就会在情感上面 会比较主动一点 然后呢 会比较积极一点 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是这个组合 那他本来已经桃花就很多了 再补一颗火星 就有点风险啦 如果是像巨门啊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看 你的夫妻公是巨门 但是呢 你盘上面的太阳星呢 刚好啊 在银卯城市五位 这几个位置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情人 博学多才 甜蜜蜜语 然后热青 可是呢 如果他的太阳星啊 他是生有虚害子丑 这几个位置 那可能 你就要比较关心 他那个脆弱的心灵 然后常常会觉得 他自己空虚寂寞觉得冷 但是他又希望要有热心 那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攻击他的 那拔火 那可能他就会找别人去点火了 那这个要注意 虽然他嘴巴不会这样讲 火星 其实在感情的宫尾 夫妻公上面 坦白说其实还不错 跟这样子人相处啊 大概就会是那种很浪漫的状态 但是呢 通常啊 浪漫跟感性的人 也往往啊 会是在感情里面 比较不能够理性的去处理感情状况的人 凡事就是他有好有坏的部分 如果你身边的人呢 是火星在夫妻公 其实命公也会这样子 因为命公管十二公 如果你身边的人呢 是火星在夫妻公 或者在命公 那要怎么对待他呢 随时让他觉得 不管他对你的热情有得到回应 或者是你要热情的对待他 那你就可以一直把那个火 保持住 看看他希望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自己是这个新药 那你要想一下说 或许啊在感情中间 有的时候啊 不是只有感性的问题而已 如果你需要的是长久的话 那就必须要 去有理性的成分 而不是只是靠一个感觉 谢谢大家 啊 记得买书 等我们公告出来 记得参加我们的趋势讲座 谢谢